他本身是那种爱国青年嘛 整个科室都懵了 大家好啊 比较抱歉 今天那个影片开头呢 又给大家展示了两位中国的这么两个疑似的失智青年 爱国青年 第一位中国爱国青年那个场景 狗认为呢 他可能是真实的啊 应该呢 是超过这个80%的可能性 他是真实的 就是在这个医院里边 他做了胃经手术 麻药还没醒 他呢还处在这个被麻烦的状态 但是呢 他嘴里边已经能够喊出来 华为Mate60 Pro手机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近这几天啊 自从这个华为发布了他新的这个Mate60手机以后 遥遥领先这个词呢 就成了中国爱国青年们 他们的一个新的咒语 他们跳大神 现在呢 又有了一个新的咒语 就是华为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刚才的第二段小视频 同样的也是这个遥遥领先 应该呢 是在某个墙里边 华为的店铺里边 但是呢 狗哥判断 这几位中国爱国青年 他们的表演 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就是比较假了 应该呢 是他们故意摆拍的啊 故意呢 是为了拍抖音 所以呢 从这两段小视频的对比呢 大家也都可以知道 就是爱国这种东西啊 表达爱国情感 他呢 只有是在一个人被这种彻底麻醉啊 他是真被麻醉了 他脑子真不清楚的时候 爱国 爱华为的这种感情呢 才可能有这个80%是真实的 就像第一个小视频里边了 那位的爱国青年啊 相反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被这种彻底的麻醉 只要他这个脑子呢 还清醒 那他去表演爱国 这个呢 就必然呢 会看起来呢 是比较的假 是很假 就像第二个小视频里边的那几位 爱国的青年 这呢 是狗哥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啊 鉴定到底是不是真的爱国失智青年的一个方法 那对于华为最新发布的这个新手机啊 遥遥领先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到底值多少钱 狗哥在这个上周的影片里呢 已经是比较详细的聊过了 在这狗哥呢 再说一句 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的玩家们来说 华为这个新手机呀 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鉴别周围的人 智商和人品的这么一个好东西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 华为的这个新手机 大家现在呢 都可以绝对的可以去确定 就是但凡哭着喊着要买这个华为新手机的 还有呢但凡是对华为这个新手机持这个非常肯定的态度啊 持有这个非常积极评价的肯定呢 不是蠢就是坏 肯定就是这两种人 蠢啊 大家都知道蠢他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智商 坏这个呢就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的人品 第一个小视频里边的那位中国的爱国青年 他可能呢就是这种属于啊 智商是比较低的 第二个小视频里边的那几位摆拍的中国爱国青年 他们呢就属于是这个人品啊 是比较坏的 所以呢 现在围绕华为的这新手机呢 中国的网上们绝对呢 都可以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自己身边的人啊 自己周围的人 看都有哪些呢 是这种啊 非蠢即坏 然后呢 大家呢 就可以对他们呢 要更警惕啊 最好呢 是远离 从而呢 更好的保护自己 华为的这个新手机 狗呢 就不多说了 就一句话 就是这个呢 他就是纯中国粉红们智商税的这么一个产品 一个这个实际性能 只值两三千块钱毛币的这么一个手机 华为 他在中国墙里边了 他卖这个六千多块 七千块 这样的产品呢 他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啊 这个呢 其实呢 也是华为 他不敢在中国墙外边去卖这个手机的主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墙外边 他这个新手机 从性价比上讲 完全就没有竞争力 他根本就卖不出去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国的粉红 他们呢 也是隐隐约约的已经认识到 就是华为这新手机 他的芯片的性能呢 是很一般 整个手机这功能呢 也是很一般 但是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啊 这些个中国粉红 他们是怎么在这个事上麻醉自个了 他们说的华为这台新手机的意义和价值完全超越了他的产品层面 从功能层面而言的话 他的性能呢 已经够用了啊 足够了 你可以买一台来用或者珍藏 遇到困境的时候拿出来激励自己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 即便再难 三年我也要挺回来 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这个呢 就是一些可能还不是特别蠢的那些个粉红 他们现在用来麻醉自己的方法啊 说这华为这新手机性能够用呢 这个呢就可以了 就足够了 关键是这个手机 他的精神层面有巨大的意义 还有作用 在这狗哥们必须要给中国的粉红们啊 强烈推荐一下东朝鲜的智能手机 大家呢 不要看不起这个东朝鲜 人家东朝鲜这个国家呢 也是能够他自个制造这个智能手机的 他叫这个阿里郎手机 或者说呢 叫其他名字的这种智能手机 人家东朝鲜呢 从十年之前就开始制造他自己的这种智能手机了 到现在据说呢 也是更新迭代了好几代了 而且呢 东朝鲜官方宣传 说他这个智能手机呢 是全国产 这个呢 就意味着连这个智能手机的芯片 人家东朝鲜呢 也能够自己制造 最关键的是 在东朝鲜人民 他们自己看来 本国生产的这个智能手机呢 性能也是足够用 这个呢 就足够了 大家现在看到了 就是东朝鲜这个中央电视台 他宣传的本国生产的最新的智能手机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光鲜亮丽 这些手机几乎呢 也都是全面屏 零边框 看起来很漂亮 很先进 对不对 但是像这样呢 朝鲜他号称是国产的智能手机 大家也都会知道 这种手机在朝鲜墙外边的世界里 他们呢 肯定就相当于呢 是一块板砖 就相当于这个纯砖头 绝对没有人会愿意去买 愿意去用的 在这个朝鲜墙外边 狗外呢 可以说 中国华为手机 他正在走的路 他正在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这些个朝鲜国产手机 他们走过的路 中国在这方面 是正在抄东朝鲜的作业 所以呢 一些这个相对来说 有点清醒的 中国粉红说 华为这新手机 从性能上讲呢 可能不是这个很先进的 但是呢 它的功能 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足够用了 华为新手机 更重要的是反映 中国人的爱国理念和情感 狗哥呢 必须要说 东朝鲜人民 他们呢 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这个中国人经常讲啊 坐井观天 井底之蛙 现在中国的粉红们 他们呢 就是自甘去当这种井底之蛙 而且呢 他们呢 还越当越自豪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井 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中国这个墙 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能看到 能够享受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 就足够了 就够用了 我们呢 完全没有必要去跳出去 看一下井口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 而且呢 井口外边的世界 据说呢 都是这个太危险 都是这个井外敌对势力 所以呢 到底谁是挖 到底谁是井底之蛙 狗哥今天是又忍不住啊 又多说了不少关于中国华为的这个新手机 中国华为这家公司 他跟中国粉红们 跟中国战狼们 他们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 今天说华为 其实主要呢 是为了说华为手机 他自古以来的啊 最主要的对手 苹果手机 当然了这个最近三年以来 在中国墙外边 华为他已经完全不是苹果手机的对手了啊 因为最近三年来 华为手机在中国墙外边的这个市场上啊 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消失了 但是在中国墙里边 在中国最广大的粉红战狼 爱国青年的脑子里边 他们呢 还是认为这个华为手机最大的对手呢 就是苹果手机啊 就是这个美国或iPhone 今天美国华尔街日报 它是独家报道了一个会让中国的红狼们很高兴的消息 大家来看 中国禁止政府官员在工作中使用iPhone啊 使用这个苹果手机 报道证明说呢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呢 已经是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们 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公司的iPhone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 也不得将他们带入办公室 说呢 这个呢 是最近几个星期 中国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聊天群里边 或者说呢 在会议上接到了来自上级的这个指示 这个命令呢 是中国政府 他为了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和加强网络安全 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也是在限制敏感信息流出中国的背景下出台的 目前呢 还不清楚这些命令下达的范围 但是呢 一些中央政府监管机构的员工们呢 也收到了类似的信息 就是不准他们在这个工作里边使用苹果手机 那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狗哥自己呢 是感到很振奋 相当的振奋 这种感觉应该是和这个中国广大的红狼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今天呢 狗哥是跟中国的红狼们终于呢 是有一次共情了 这种振奋的感觉 他就是终于来了 盼星星 盼月亮 现在呢 是终于盼到中国政府呢 他开始禁用苹果手机了 然后狗哥马上就想到了 最近有一名中国这个大汉奸 他的一张照片 带来看啊 这个呢 是中国著名的外交部长 王毅 王公公 他打电话用的是不是就是苹果手机 而且呢 他用的这个很可能 还是这个苹果最新最贵的啊 iPhone14 Pro Max Plus 苹果手机 对不对 所以呢 按照中国粉红们的标准 这个王毅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大汉奸 连王毅这位中国粉红们 最崇拜的外交天团的团长 国家的外交部长 到了中国墙外边以后 偷偷的用苹果手机打电话 那王毅是不是就是大汉奸 而且呢 还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大汉奸 所以呢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啊 他明确下命令 要求中国政府的官员们 和中国中央机构公务员们 都不能在工作里边使用苹果手机 也不能够把私人的苹果手机 带入到办公室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命令呢 是相当相当英明的 因为这个 他们真的是需要治理 像王毅这样的大汉奸 像王毅这样的 这个崇洋媚外的果粉 而且呢 狗哥呢 完全可以确定 虽然 他现在的消息啊 说呢 只是中国中央 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们 接到了这个命令 但是呢 狗哥呢 可以完全确定啊 这个命令呢 一定会往下 一直贯彻到 中国墙里边 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 贯彻到中国墙里边 所有的事业单位 所有的国有企业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呢 是肯定会发生的 今天 他首先呢 只是在北京啊 在中央政府机构的公务员里边呢 不准用苹果手机 那以后 肯定呢 是中国墙里边 所有的这个公务员们 一直到最底层的村长啊 所有的干部 所有吃财政饭的人呢 肯定都不能用苹果手机 这个呢 是肯定会发生的 而且呢 可以肯定这种情况 在中国墙里边呢 会发生的很快 再往后会发生的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墙里边的中国普通人啊 他们不是这个政府公务员 他们不吃这个中国政府的财政饭 但是呢 他们呢 也会越来越多的遭遇到被限制使用苹果手机的这个情况啊 在中国墙里边 再再往后 再过个五年十年 狗根呢 可以确定 苹果手机 它完全被退出中国市场的这种可能性呢 是很大很大的 到时候 中国墙里边呢 很可能就会完全是这个华为手机的签架 中国人呢 人人都要用华为手机 中国人呢 人人都只能用华为手机 都只有华为手机可以用 就像现在的这个东朝鲜啊 东朝鲜墙里边呢 只有这个阿里郎手机 或者说叫这个平壤Touch手机可以用啊 它是这种情况 对狗哥今天的这个预测还有判断 中国的果粉们 千万不要觉得狗哥呢 是在危言耸听 千万别认为这个情况的出现不可能 资深的狗人们都会认可啊 狗哥在这种做预测和判断方面呢 也经常都是这个遥遥领先的啊 不能说这个百分之百都这样 至少超过百分之八九十这种预测和判断呢 也都是比较靠谱 而且呢遥遥领先的 比如说狗哥有过的一个最经典的预测 是在两年之前 在2021年 狗哥当时呢 就做影片公开预测 说中国在这个经济总量这方面呢 有可能再也赶不上美国 有可能永远都赶不上美国 那这种看法啊 就是这个中国的经济总量 有可能永远也超不过美国 是不是直到今年 直到最近才有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些个媒体 一些个学者敢公开这么讲 他们的这个预测 比狗哥呢 是落后了快两年 对不对 所以呢狗哥的今天预测 说再过个这个五年啊 十年八年 苹果手机要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苹果手机退出中国市场 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个呢 基本上也会是遥遥领先的啊 比较准确的预言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根据一个大趋势 可以做出的这种比较靠谱的判断 有资深的狗呢 可能呢 还有印象 也是在两年之前 狗哥呢 是公开跟这个徐晓东啊 跟东哥打了一个赌 当时徐晓东 他认为特斯拉电动车 在中国市场呢 是卖的不错 很火 所以呢 这个前景呢 也会很不错 但是狗哥在当时预测 十年之后 特斯拉呢 很可能就会退出中国市场 狗哥在当时对特斯拉的判断和预测 跟现在对苹果的这个预测呢 是一个道理 就是只要中国这种加速开道车的趋势 它不改变 只要中国官方 它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的做法 不改变 只要中国 它变得是越来越闭关锁国 那像这个特斯拉 像苹果等等这些美国公司和美国产品 再过几年 他们被完全赶出中国市场 这种可能性呢 都是很大很大 几乎呢 它是不可避免的 除非 除非中国啊 突然停止开道车 像这个特斯拉电动车 中国政府 他不允许特斯拉电动车 进入中国的政府大院 不允许特斯拉进入中国的政府机构 这个规定 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一两年了 哎就是说呢 中国的官员们 中国的公务员们 在工作里边呢 不能开特斯拉 这个呢 在中国墙里边呢 是早就存在了 首先 是中国的这个政府机构里边 不能够再用美国品牌的电脑 不能够再用啊 Windows这样的美国的操作系统 必须要用中国的国产品牌 然后 是中国的这个政府机构里边 不能出现特斯拉 现在有规定 中国的政府机构里边呢 不能出现苹果手机 那这个 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大家呢 也都会是清清楚楚 对不对 前两天 关于这个特斯拉 中国墙里边呢 还出现了一个黑牛叉的事 这种事呢 其实呢 也正常啊 是发生在上个星期 在中国浙江省的杭州市 有一个地方 一个高架桥 进行临时管控啊 交警在那进行临时管控 其他的车辆都可以通行 只有特斯拉被禁止通行 当时那个特斯拉的车主呢 就吐槽 当然那个车主呢 他呢 也是一个纯种的中国人 说你们那个交警只针对特斯拉 只限制特斯拉通行 这个有点搞笑吧 结果呢 当时那位交警呢 就回复他 说是有点搞笑 但是呢 你要服从 这个呢 就是特斯拉电动车 他的中国墙里边 会越来越多遭遇的情况 所以呢 不要认为 只是政府机构 他们不让开 不让用 这种开到车的趋势 他持续下去 迟早 肯定会祸害到 所有的这个中国人 包括普通人 就像前两天 狗狗聊窝的一个另外 中国的大新闻 就中国政府呢 他正在修改 这个著名的治安处罚法 他这个口袋罪里边 要增加更多的罪名 就是中国人 如果穿衣服不合适 导致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那这些中国人呢 就可以被警察拘留 被罚款 这两天 是有一些中国精英知识分子 他们呢 敢于公开站出来 表达反对 这些个新增加的口袋罪名 其中呢 有一位律师呢 他是说的好 说呢 穿衣自由 穿衣平等 穿衣戴帽 各有所好 如果这个底线被失去 那历史的悲剧呢 必将在中国重演 刚开始 是捡你的这个喇叭口的裤子 接着 会捡你的头发 然后 会给你剃这个阴阳头 再然后 你这个脑袋上啊 还会被强制写上红字 这个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出现过的情况 刚开始会怎么样 接下来会怎么样 再然后会怎么样 最后会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个中国政府啊 他们首先在政府机构里边限制这个微软操作系统 限制特斯拉 限制苹果手机 这些个思路和趋势呢 都是一样的啊 他们呢 都是在变得越来越饿 都是在一步步的得寸进尺 最后肯定呢 会祸害了所有的中国人 让中国呢 再一次变成这个东朝鲜 就是这个趋势 好了 今天呢 就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天再见啊 拜拜 拜拜